来看一看港台报纸今天的最新消息 明报头版引用纽约时报的消息说 中共针对薄熙来的调查将由刑事犯罪扩大至调查博士家族的海外资产 消息影响到博士的近亲 其中博家长子薄熙永又名李学明 现任国务院直属的光大集团副总经理 集团旗下在香港有两间上市公司 李学明任副主席的光大国际股票代码00257 昨天逆势急跌7%成交也较前一天大增近5倍 而台湾《苹果日报》则报道 薄熙来在得知将被双规时非常愤怒 要求面见胡锦涛和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被拒绝后大骂审查人员并打了对方一耳光 之后就沉默不语完全不理会审查 薄熙来还骂周永康没有意义气 要求公开审判 中共官员贪腐成风 上至中央下至宪阵 可以说无关不贪 台湾《中央日报》报道说 中共广东省纪委13号对外披露 从2010年1月至2012年3月 广东纪检监察机关 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10336件 10856人 有79名地厅级官员和453名县处级官员受党纪政绩处分 其中409人移送至司法机关 我们下期待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